有沒有外星人 但一個基本的道理 如果他們可以到地球來了 就知道他們的科技 應該是在我們之上 所以很多好萊塢的電影面都有演 如果外星人來的話 地球上面的那些防衛武器 都會怎麼樣 都會被打假的啊 不信我們就看看這個電影的片段 再打開 再打開 再打 esca 會不會 快 grounds 已經出現了 要超距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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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问科学家 他们会提醒你 现在人类跟外星人接触 不见得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打不过他 这样的理论 现在俄罗斯也证实了 他们说 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 对付外星人 是这样吗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俄罗斯 自己没事跳出来搞这玩意 为什么呢 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现在的总理 叫做梅德韦杰夫 2012年12月的时候 曾经接受一个广播媒体的访问 当时访问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总理 又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结果他就说 我们今天总理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可以防止核弹的攻击 为什么重要文件都在里面 结果他自己自爆说 那个箱子里面有一个证据证明 确实是有外星人 他自己招了 他就自己招了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俄罗斯当局讲说 这个如果外星人来 我们没有办法打 也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也就 就这个战争的概念来看的话 你看以前我们讲说 就是陆军空军海军 这个大概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现在因为 像这种就远距离的攻击 基本上我们可能就是用 这种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 那这种飞弹呢 就不会是在低空的地方发射 它可能在陆地上发射之后呢 那个导弹就会在 接近外太空 或者是太空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以现在的防卫能力来讲 几乎都有办法 而且世界各国呢 都在外太空 都有干嘛你知道 设置防御性的武器 那很好啊 所以我们曾经讨论过 包含连卫星都可以打下来